我刚刚写完了这一段程式 我有把它再放到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就是第26页这边 这一段,我刚刚写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把它贴到26页上面 所以假如你有些地方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稍微参考一下 其实程式应该也没有多增加多少东西 其实主要就是 input这个OS 所以如果将来你懂得怎么样 OS有点像一个模组,有点像一个外挂 将来有很多的外挂你都可以input进来 然后你只要知道模组 它本身有哪一些方法 可以帮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就是类似像这样 像刚刚这个OS.work 我从官方的说明里面知道说 我只要传给它一个目录名称 然后它会丢回来三个东西给我 那我只要把这三个其中的这一个做处理 前面两个其实根本没用到 反正,但是你不能说没用到 你就不加前面两个东西 它要三个你就要给三个名称 OK,你不能说你用不到 那你就不给,那不行 你如果把前面两个拿掉 那程式就会发生错误 怎么知道会有这些相关讯息 那个说明文件,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Python的官网上面 就会有那个说明文件 上面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那我是阅读完之后,我就照着做就好了 OK,所以其实有说啦 这规则你只要习惯慢慢看懂 那你就照着它的规则去做 那程式就写完了,大概是这样的 OK,然后呢 后面部分呢 就是再把它,再按个Tab说牌一下 那程式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那再来的话 我们后面其实 还会有需要几个地方需要改善 哪些地方需要做改善 第一个部分的话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现在执行第一次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呢 它会帮你合并 然后合并到这个O 那它的档案大小的话是86K 可是如果你现在 再执行第二次的话会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诶,档案怎么样 突然增加成256K 如果你再执行一次会怎么样 500多K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A模式 那所谓A模式 它就是不会把它盖掉 也不会把它删除 它会不断的写到下方 所以你每执行一次 那这个档案就一直膨胀 一直膨胀 它不会删掉 OK 那不对啊 那这样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OK 不过如果你将来只是希望说 反正一直加到下面 有点像那个什么记录档 那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希望 如果二十五个档案有更新的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的意思应该是什么 是等于是重新再来过 偶点TSD应该先砍掉 再重新新增才对啊 我要一个新的 等于是说二十五个档案里面 那我应该把二十五个档案 那我应该把二十五个档案砍掉 所以我的逻辑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先检查 在那个什么呢 在我们的城市开头的地方就应该先检查 如果呢 这个根木木底下 有存在一个档案叫all.txt的话 那我就把它删掉 如果没有 那就什么事都不做 OK 所以要怎么写这个部分 如果某个档案存在的话 前面不是有讲到那个os 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叫os 有没有 .pass .addist 刮符后面的话 你就是跟他讲说 某个目录里面有没有这个档 如果有 他回来告诉你true 有 那你就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呢 就用什么 remove 删除档 remove的话呢 就是os.remove 刮符 里面你就放了 你要删的是哪一个档案 就OK了 所以用这两个 我这边已经有 我把它写到哪里 第一个 记得是写到哪里 写到这个的上面这两个 写到这个地方 当档案开就是这个程式执行的时候 我先做什么呢 如果这个档案有存在的话就把它删掉 if os.pass 刮符后面的话就给它什么呢 这个路径 有没有这个 这个o.tst 有没有这个档案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什么呢 全神游记地址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反斜线就是目录的符号 在这个目录底下有没有这个档案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帮我怎么样 os.remove 然后呢 再把上面的这一串再复制下 就把他捋目掉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第一件事呢 你会发现 我们试试给各位看一下 他就会先检查 如果根目录有这个档的话 所以呢 我们现在有没有 现在有嘛 所以他怎么 先把他砍掉 砍掉之后呢 再做这件事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现在是500多k 现在执行的话 那因为这个根目录有 所以他就把他砍掉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他闪一下 先把他砍掉 86k 如果再执行的话 有没有 还是86k 就永远不会一直膨胀了 不然的话 你就这个档案一直 除非说你要自己手动砍 手动砍的话 那当然就 不切实际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 检查这个档是否存在 存在的话 就把它砍掉 重新新增的话 那只要 透过os.pass的elith 给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我希望做什么 我希望 这个如果o.tsd存在的话 那我就把这25个档案 全部帮我delete掉 因为我等于是已经合并完了 我25个档不要了 OK 就留一个合并完的结果就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第二个哦 我希望呢 帮我把除了这个档案以外 通通通删掉的话 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这边的话呢 一样 会需要利用 刚刚的os.wor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底下这个是我写好的 其实程式只有四行 OK 大概跟各位 因为这个其实逻辑并不会很复杂哦 也是一样 os.work 跟他讲说 你去帮我把这个目录检查一下 所以呢 他一样会回来 那我只是说呢 把刚刚的list1 改成叫files 如果你当然也可以改成list1 这个没有关系 这只是名称的问题哦 第二的话呢 把他这个list里面的所有 所有的档名 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帮我抓出来的话 除了说 你可以写成这样的方式 for eye in range range从0到总数 等于总数 全部的长度那边停下来 其实就是到那个长度的前一个 那另外一个叙述方法 你可以什么 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你可以用for f 这个f是一个变数名称 in 这个串列哦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不用range哦 你可以 这个意思是说呢 帮我for each 把什么呢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哦 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放到f里面 所以f第一个 他会先抓比如说三重 点txt 第二个的话呢 会放中立点txt 一直到凤山点txt 所以这个f里面呢 就是放什么 串列里面的每个资料 一个一个帮我抓过来 那我做什么呢 如果呢 这个f的档名 假如不等于 等于是两个等号 不等于o.txt的话 那就帮我做什么 os.remove 把那个档案呢 给删掉 意思是说哦 我只要留下 o.txt而已 其他帮我删掉哦 所以哦 如果我执行这一行哦 我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完之后哦 这边怎么样 就会呢 把这些呢 有没有 除了o以外呢 全部都杀光光的 ok 所以你会把os很厉害哦 他可以杀档案哦 但你不要杀错档案哦 你不要把那个 幕录里面哦 跟他讲说 C冒号斜线windows 对不对 或者斜线system32 然后呢 就让他remove掉的话 哇 会怎么样呢 可以回去试试看 但是不要用自己的电脑 所以啊 这边这边 当然啊 这个会有一点危险性的 也就是他删掉 他不会放在支援回收桶 他就永远消失哦 所以你练习的一定要 要备份一下哦 你要删的东西 像刚刚那个 合并权有 那没关系啊 反正都有 你解压说一下就好了嘛 不是都有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四行哦 就是什么 要删除掉除了o.tst以外的档案 就是这四行哦 啊这两行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啊 那个 如果o.ttd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remove掉 我看一下 我好像有帮各位把那个 程式放在云端上面吧 这上面 我是把它放 刚刚是这边26页嘛 应该在这里 20 这个是 27页 就是如果档案存在的话 就先删除 有没有 OK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刚刚 删除 有没有 除了o以外的档案 在这里 27 那这个28 OK 那请各位呢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切一下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不多啦 但是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最好就是 能够先用理解的 如果暂时无法理解 你就先把这个当成犯了 最好回去 找有没有 身边有很多类似的东西 比如你一堆档 像那个什么台股 有没有 也是一堆嘛 台股最近 今天好像听说是创历史的那个新高 OK 对 那台股个股的资料 有没有 就一堆了 那如果是个别 假设你从网路上下载台股的所有资料的话 当然你还是得要先合并 那你就拿这个合并看看 OK 那合并完之后 再分割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把O.TST 通通都把它合并了 OK 把它合并 把它再删除 但问题来了 我待会如果希望 可以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分割回来 倒过来 不过后面的东西难度 非常高 所以 待会怎么把它分割回来 我就 以程式已经写好了 会给各位参考 但如果你暂时 你可以先听 程式也会给各位 细节部分回去可以再了解一下 其实也不难理解 待会会不会说明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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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